進退有據的 這是第一件事 我們去到612 特區政府害怕 因為我們有100萬人遊行 接著612他自己又犯了錯誤 他自己找警察找黑警去打人 所以他犯了獲出橡膠子彈 所以他就是警察的暴力 接著我們也有兩次超過100萬人遊行的經驗 對我來說 我真是很同意大家 一個有200萬人的遊行出現之後 其實一定首先要進入一個談判的階段 他要出來講清楚 到底我們的四大訴求 他想要怎樣 到現在都沒有的 所以我們就想 但是我們是不是要有一個死線給他 對不對 有一個死線給他 因為他不認機 所以我們要死線 那現在他不認機 我們要死線 但是我們想過死線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朋友 是有兩種想法 一種是愈快愈好的 那我就不同意愈快愈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自己對於未來抗爭的路線 怎樣能夠迫到他要進一步去讓 來到我們最終有勝利 我認為我們應該是 首先呢 確保我們呢 有一隻大船可以開到的 然後再配合大家很靈活的 勇武又好靈活的抗爭 這個是我的看法 我們一定要確保這個大船繼續開 什麼叫大船呢 就是很大型的動員 未必是去到一百萬人的遊行 但是起碼是 好像大家有看幾年前韓國這樣 那樣 打到朴槿惠呢 他是連續很多個禮拜 三兩個月這樣 每個禮拜 五還是六個日 是有個 數以十萬計的動員的 未必要遊行的 總之現一現身就可以了 現一現身 那個政府呢 就會看到 持續的延伸呢 就會有一個 揮之不去的政治壓力 最後就跪下了 韓國就是這樣的 我認為去到 過了六一月 這個武力的鎮壓 和二百萬人遊行之後呢 我認為 我們首先要有那艘大船 就是說 那艘大船 哪個可以動員呢 那就是不在乎是民陣 或者是民主派 是不是 現在大家想 開一個大船 動員幾十萬人的集會 我想就是民主派和民陣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我自己的心聲來的 民主派和民陣 沒有這個決定 但是我是呼籲他們 有這個決定 就是說 因為大家是需要帶領的 真的需要帶領的 需要帶領的 那部分呢 就是那個大船 到底怎麼開下去呢 因為如果沒有大船呢 大家 齋工啊齋衝呢 其實是 是不可能 令到政府壓力 比起二百萬人遊行更加大的 那所以 去到那個 這個問題就是 我覺得民陣 民主派是有責任去領導的 而那個領導的部分 就是開一隻大船 令到大家的小船啊 靈活的不合作運動啊 那些其他的抗爭 勇武也好 和理非也好呢 是可以在那個大船的 前前後後 左左右右發生 好啦 接著就去到那個問題就是 那是不是要定一個死線啊 要定一個死線 對我來說一個死線呢 是 我是 昨晚 我就主張要定一個死線的 那 但是我死線呢 我自己是認為呢 定死線不是最難 定死線之後 那個 行動 會令到政府一聽 就 就嚇一嚇的 會縮的 會覺得 嘩 如果你真的搞到我 那就糟了 這樣 死線 才是一個有效的死線 對我來說呢 我心目中呢 是 星期三的 我自己心目中 但是不代表 任何人真的 各位記者聽到都是 可以留意 我自己心目中是 星期三 為什麼是星期三呢 第一 人至二盡 對不對 今天星期一 去到 兩天 飛北京都飛兩三轉回來 對不對 沒理由沒想到 所以我自己定星期三 但是我不是想著 星期三死線一個 就是代表 我們要 我是 我認為呢 為什麼要定星期三的死線 因為我們要 給大船 有時間 去呼籲 民眾 去參加那個 我們要想出來的 星期六 或者星期日 最多人幾十萬人 那個動員 我們要時間的 如果我們定那個死線 是很遲的 星期五的話 那 搞不及了 對不對 所以我不是想著 定星期三 就是說 大家打一場 上禮賓府 可以 都有 牛 我們要不去 他們 每天都 都有 只有 他們 有 不對 如果你們 可以 現在我們看過去的我們的實踐和政府的回應之後 我認為這個是能夠最可以確保我們和理非 勇武不同的人繼續在一個大的家庭裏面 去一起共同打這場關鍵的硬仗的方向 大家想民主派定死線或者民陣定死線都不可以 就像剛才歐羅先生說民主派和民陣 我知道他們還沒定死線 為什麼還沒定死線呢?因為未跟大家可以有機會 這樣得到大家的共識 因為我們如果隨便去說 我們星期三死線了 但是如果大家對我們未來的抗爭的策略 我們那個大船要怎麼走 大家是不同意的 那我們是沒有大家又何來有運動呢? 沒有大家 林鄭又怎會害怕呢? 大家知道過去三十年 就是因為民主派有少人 整天裡面被寶王狗在那裡砌 砌到我都忘記了原來我們才是大多數的 砌到我都輕了機了 這次大家出來 提醒民主派 民主的支持者才是香港的大多數 我們才是這個城市的主人 所以我是想這樣的 可能未必很成熟 但是如果這裡幾百人一千人 大家已經覺得 第一 我剛才說的方向是大家可以接受 第二 因此你覺得 星期三作為死線 或者比多人 星期四 大家網上投票 星期四 是死線 是一個合適的 我是很想由大家 很大力地把這個聲音 首先就在這裡喊到爆 全世界都聽到 被記者都聽到 我們是一個死線的 我們的死線要星期幾的 接著大聲到呢 民主派就有信心了 大家民陣就有信心了 和大家一起有信心 開這些大船 我就覺得 所以呢 為什麼 我是想將 麥克風交給大家 麥克風交給大家 意思是 由大家真的有個 有個 想一想 接著做這個決定 因為沒有大家去想一想 做這個決定 我們其實是 沒有辦法繼續 很有 摺拍地 一起走下去的 最後呢 我想說那個 禮賓府 禮賓府 我是很想衝禮賓府的 因為呢 我是記得呢 2010年的時候 反高鐵呢 是有四五千人 上了去禮賓府 整條上的禮賓道 是塞到爆的 那時候呢 曾蔭權呢 在禮賓府裡面呢 開了一個 招待外國領事的party 所以他呢 是落到爆燈的 那天 全世界都知道 他是被香港市民圍緊 但是我有一個 我一輩子都很遺憾的決定 就是那一晚 我們下回來 我們在禮賓府 佔領了兩小時之後呢 我們下回來 那時候的想法就是 因為第二天要包圍立法會嘛 那我的人手去禮賓府 那怎麼搞呢 不行的嘛 所以就下回來 但是我現在想回頭 真是很錯 因為 如果拿莊的是林鄭 那時候拿莊的是曾蔭權 那我當然是有大食大 拿莊那裏圍住她 因為她可以決定的嘛 所以呢 我很想去禮賓府的 我呢 有試過兩次 是很大盆人一起去禮賓府 佔到那個前門的 那呢 但是我就 那個經驗告訴我 唯一一個方法 我很想做的 就是要出其不已 超過一千人 這裏呢 有個集會 那樣 跟著呢 可能呢 跟那些警察又有些 吵架又好 推銷又好 跟著轉過頭呢 那邊在這個 借打花園 就有一千人準備了 啵一聲 上去花園那樣 那樣 這樣就禮賓府到啦 那我相信 我相信 這件事由 今天 今天幾多日啊 6月17 去到這件事 我們得到最後勝利之前 我很相信 是有這個行動會發生的 我很相信會有些行動發生的 但是我相信呢 不是今晚 不是我們這班人 因為我們這班人呢 去到半老呢 就閘住了 閘住了 閘住了就很沒人的 上禮拜會被人閘住了 因為呢 半老呢 上又不是 下又不是 那麽 那麽就 又睡了一晚 那麽又不是很過癮 那麽 對我們的運動也都 不是有幫助的 那麽 我大概呢 再加個時間給大家 再問 聽完之後 大家覺得 新的問題是怎樣 國際壓力呢 國際壓力呢 有一件事 就是 是 勾言我可以講 補充一下 6月28號 大阪 大阪 就是大阪的G8 G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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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個集團 20個集團峰會 那麽 那麽習近平呢 就會 在這個時候呢 就和Donald Trump見面 那麽這個 美國國務卿 蓬佩奧呢 就已經說了 Donald Trump 就會在那個 見面 提香港這件事 那麽 那麽所以呢 大家都可以留意這個時間 就是說 在這個時間 6月28號之前呢 這個特區政府呢 是 有這些外交的因素 是會影響了他的決定的 譬如我很相信 他現在暫緩呢 就是因為怕 美國佬呢 就拿來在那個 6月28號的時候 變成一張牌 去逼襲習近平 那麽我們是否要給更多牌 逼襲習近平啊 是 那麽我那一陣子 雖然有些 就是 不適合聽 那麽有些人說會 對啦 我就給口議員 講起國際路線呢 本來有件事我 沒有想著今天說的 不過 既然大家問起 在座的媒體呢 大家都可以聽著 我是想著這一兩天說 就是 我已經寫好了一本信 我自問我自己 跟進國際的路線 我未必做得好 就是沒有很好 我起碼沒有什麽去過 美國啊 訪問等等那些 但是我自己 由我求行年代到現在 都認識一些 日本政界的朋友 我寫好了一封信 是將會給 再講日本的總領事 以及會給 日本政界 包括了朝野兩黨的黨首 首相安倍晉三 以及立憲民主黨 之夜行南 那我已經寫了一封好詳信呢 是講完逃犯條例的恩由 它的問題 現在是進度 而我們在 G20國峰會 大家 作為國際國家 大家可以做什麼 應該關注什麽問題 我連中國政府 最不喜歡說 外國社會介入那些 我說小心啊 你不要再這樣說 但是呢 你又要理解 中美和日本貿易關係底下 通過了逃犯條例 大家都搞不定的 香港呢 就是日本第八大貿易經濟體 那我已經寫了一封信 我是會給 我所有的 日本政界人脈的人 我希望 無論他是一個市議員 還是國會議員 還是什麽層級的官員都好 都能夠關注到 香港的逃犯條例 好使得他們作為 G20峰會的主辦國 能夠關注香港 我們每一位香港人面對著命運 我們每一位香港人面對著的 逃犯條例修遞 希望這一點 可以幫到香港 好 那大家有沒有問題 可以 是 是 有沒有問題 有啊 是 可不可以搞十八區不合作運動 可不可以搞十八區不合作運動 是 這位先生 我想問死線之後 就算林鄭都不出來說話 或者說些東西都是垃圾來的 你們之後會做些什麽 是 因為 天皇 日本憲法就不是介入人 是現實政治的 因為 就是一個國家的象徵 所以我會 我給他 當權的 和在野黨的人 是 這邊呢 這邊有沒有問題 剛才聽完 我看看 是 慢慢沒有啦 慢慢不拍的了 慢慢不用想著 就不用了 要是 要是 是 聽到兩位 我們就要了 那你剛才你說 有隻大船 是 剛才那個先生這樣說 是 你都說給那些蘭塞保命 那 那剛才那個議員說 是 像北韓和韓國那樣 每個星期都有遊行 如果長期消耗下去 持續下去 中立派的人是不支持的 會阻礙他 你會消耗整個城市 明白 所以要速戰速拳 明白 怎樣避免中立派的市民 在200萬之後 慢慢流失了 對於這件事的支持 還有沒有在這邊 聽到一個 所以你說這件事是戰術運動 你們進來的邦韓和韓國的邦韓 你們有沒有一個公投去設立的 因為每個人都在邦韓國 但你們有沒有帶來的公投 而不是一個聽到的細節嗎 是 是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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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先回答好嗎 先回答這些先吧 我覺得剛才第一個問題是說 有沒有十八區的百合作運動 如果大家剛才有叫一個口號叫做三霸 三霸是大船來的 但是三霸在香港的實踐 其實是沒有什麼成功的經驗 所以很多時候民陣或者民主派 想大船的時候 都是想自己能夠做的事多些 三霸變成好像說了做了這樣 那其實怎樣發展到十八區的百合作運動 其實就類似三霸 它是有威脅力的大船來的 但是 是不是現在的香港的民主派或者民陣 有這樣的力或者能力去組織到 這個是一個移民 所以現在呢 我傾向這個十八區百合作運動 是交給連登的 或者交給大家的 交給大家去想的 好 高登都可以嗎 交給高登和連登的 那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其實就是 有時候香港人就是 香港人就是這樣 有過去的組織 過去的組織 他的經驗 傳承 他是不會做一些事的 那現在 我都是看連登有個post 就是現在就是 為香港創造下一階段的政治運動 可以怎樣贏的方法 就是靠大家現在爆發的創意的時間 所以我想 將十八區的工作呢 是交給大家的 那這個是第一樣 第二樣呢 就是 怎樣鞏固這個 中間派那個支持 可以維持那個政治壓力 那這個其實 我覺得我們 是 不難去做得到這件事的 因為 中間派 或者藍絲他們 佔領的時候 其實他們 講來講去 都是幾樣東西 第一個就是 勾結美國佬 第二就是 破壞經濟 第三就是 阻礙他們通車 那我們 我們 反過來 如果大家覺得 其實就是三個層次 如果我們那些大船 第一個層次 就是 佔領馬路的 一個時間地佔領馬路的 第二個方法 就是 昨天的遊行 昨天之旅的遊行 第三個方法 就是 真是一個 現身式的 正座 我就講回韓國的例子 我覺得不可以照抄 但是韓國的例子 就是 對於那些中間派的人 最大考慮了 他們所有 對於社會 不變的那些憂慮之下 出席的那個方案 那個大船就是 向這個方案 就是這個設計出來的 因為他求的 他求的 就不是速戰速決 講得明的了 就不是求速戰速決 因為他發覺 其實速戰速決 是做不到的 所以就反而反過來 就想攤牆來搞 好了 有一個問題就是 大家就會問的了 香港人 最大的特徵是什麼 就是善亡 善亡 忘記了 所以攤牆來搞 就好像 default 就對民主運動 和大家 是不利的 那我在這裡 其實我覺得 我們是要 突破這個 香港人的 這個心理 就是 今次我覺得大家 其實是 有個準備 去說 金鋪 6月9日遊行 你不理我 我就16日走 16日不理 我就再 中間就12日 12日 16日之後 還是這樣 那我們就是 很謙卑地 召喚香港人 和我們 繼續走這條路 我認為 我認為 現在的政府 其實是 很害怕 我們 大船 和小船 和理非 和勇武 大團結 會很害怕 這件事 所以我們 鞏固到 那隻大船 是用最 最 最 令到那些 中間派 沒有話說的方式去走 同時間 容許有 彈性 容許有 創造力 我認為 這樣一路走下去 首先 跪下的 不是香港人 而是 林鄭 這個是我的 我認為 但是 沒有 因為 在香港 我十幾年的社會運動 在香港 輸是很容易說的 輸的運動是很容易的 到處都是的 贏的 就真的要靠大家 打破了過去 大家覺得 必輸 打破了過去的成規 那我們就可以 創一條新的路出來 邁向勝利 謝謝大家 我想回答 我想回答 有幾個關鍵問題 應該是這位先生問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 見到林鄭月娥 她過了一個限期 都不肯見面的 不肯接納我們訴求的 那請問我們 還可以怎樣做 我想說 這個答案 就是 我們要對我們身邊的人有信心 我們要對香港人有信心 以往我們可能會說 我們做很多事情 很少人參與 無力感 但是大家經歷了 昨天 再次打破了一百萬人的紀錄 那這個我們要對我們的人有信心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法寶 都還未出得盡的 有時候我覺得大家做小運動抗爭 有時候要看一些兵書 謀略書 有一本書叫超限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當我們今天在街頭做運動 做佔據 做推鐵馬 做抗議的時候 這個只不過是一種戰場 但是同時我們還有很多戰場 例如經濟戰 那為什麼會關於社會運動的事呢 就是說 我們都見到有些運動是在醞釀 但是 似乎未是推到很主軸 例如 有些朋友呢 現在很積極去中資銀行取消戶口 那 你是不是能夠推動到他們做一個戶口 你是不是能夠推動到他們做一個運動先 因為大家可能對於 未來中資的運作會有疑問的 你通過了逃犯條例 你不怕嗎 是不是 人家就是拿港幣來過橋嘛 拿港幣來對人民幣過橋嘛 那這個是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 這個我覺得我們是沒有發揮得很好 第二 我見到有人開始做 但是呢 又未必做得很好 就是有些人支持送中的 你那些餐廳 那 我們 作為 普通的市民 今天其實有個人 我們聊的時候 他才跟我說 喂 你叫人家不要消費 讓你出來做抗爭 容易很多 那 那這方面的層面 我們似乎又未真是 開拓開來 那 所以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 例如升級等等 如果我們要有很多勇武的人 在那一刻就出來了 這個是一個戰場 但是我都希望大家不要忘記 我們去做社會運動 是有很多不同的戰場 當我們去供一些政權 沒有想到的戰場的時候 這些虛偽才是我們突破的地方 當我們聚焦在特首辦的時候 你想想 那裡有多少個警察 當然我覺得 如果大家夠用 沒有那麼充滿 其實剛剛那個警力是不夠當的 但是 你想想那些速龍小隊啊 催淚彈啊 他是用盡方法來打壓我們香港市民 就是不要拘留在一個戰場 我們還有很多其他戰場 是推動我們的運動的 這個是 我回答回 就是剛剛那個問題 那 另外就是說 我覺得 接下來都是 那句 最重要對 我們 香港的市民有信心 就是剛剛有朋友說到 大家如果有不同意見 那怎樣回答到台線 第一當然是連登 大家也會看 其實下面都是一個很有下限上的過程 但是就算大家意見不同也好 起碼這次我們見到 無論是勇武 無論是和理非 無論是泛民 還是你用什麼 label 都好 我們這次是大家發揮到的角色 發揮到的角色 大家合作之下 我覺得我是對大家有信心 希望大家都對你身邊的人有信心 我們的團結 是推動成功的很重要的關鍵 剛才有個問題還沒回答的 就是關於被捕的學生 那我們怎樣 就是那個關於暴動的定性的問題 和追究警察 那我想大家首先是關心那個暴動定性的問題 因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暴動罪的話 之前的經驗就是最少都三年 最多是七年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有討論過的 那其實我們看到有兩個可能性 我們明天會 我們現在叫林鄭開會 那本來說今天開 那現在變成明天開 那有同事呢 那有同事呢 他都提到一點就是說 其實可以有兩個方法去幫到那幫議事的 第一個方法就是 就是 面那一陣 我們要逼到他出來 說 那天不是暴動的 那天不是暴動 那天不是暴動就是 沒得過暴動罪啦 那我就留意到 有一個行政會議成員 是誰 誰是林鄭賽 就說 那天不是暴動啊 那這樣 我想關於那天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是 有點鬆動的 我們怎樣去 最後 放到下去 我們 那隻大船 加小船 要逼政府 講的 叫開他口 除了撤回下台之外 就要叫他口說 那天不是暴動 這個是我們 放到最前的 那個目標 那這個是面那一陣 怎麼可以做得到 那底那一陣呢 底那一陣呢 我 就有同事提到 其實 就算 他那個 那天發生的事 612 在他們那些 A又說是暴動 B又說不是暴動 那種很多說法啦 但實際上 要告起來的時候呢 是怎樣告的呢 律政司要告的嘛 那其實大家知道了 香港的律政司 常常假裝中立 我DQ你呢 是因為 你自己 違反基本法而已 我沒有選過的 我不是因為長毛 特別英俊 所以選他 不是因為羅冠宗 那個眾志 後面有黃之鋒 那麼多厲害的人 所以我DQ他 他不會這麼說的 所以我們律政司 是很政治化的 那麼我們 我們 現在 全方的壓力 其實 其實昨天大家 200萬人 壓了在這個問題上面的 就是 我想所有 香港的律政司 鄭若驊 應該就是下台了 對不對 鄭若驊 還有他之後的律政司 大家在這裏 這個底那一層呢 我可以現在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回答我呢 律政司要聽到的了 如果 他真是搞各活動罪的嘛 大家會怎樣啊 會不會全部衝出來啊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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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軍都聽到了 這個是底那一層啊 大家明不明白 他面那一層就說 我 我 我 找些手下 說那天不是暴動 但是我 林鄭呢 我死都不肯這麼說了 但是底那一層 大家要知道 我們有這樣的 我們有這樣的準備 我們有這樣的表態的時候 他底那一層 我們是會 一路 制止這件事發生的 那 至於你說 這個黑警亂打人 射頭那些呢 其實就 要去到 要成立 專責委員會 調查 blblbl 我先交給歐議員 歐議員出來 歐議員出來啊 我又要再次講一次 其實今早有講過 我在立法會呢 是將會 用齊了所有 立法會可以用的方法 去跟進 一些黑警藍權的問題的 第一 利用立法會權力及特權法 在大會要求調查 第二 終止待續議案 就是立法會議論 可能大家未必明白 但是總之都是開會 去要求 加入議程 談六一二的 警方執法 是不是有一些問題 第三 保安事務委員會 特別會議 要求他開會 總之我已經今天看過 入了信的 我們整個辦事處 在七月中呢 就是最後一次機會 去入權力及特權法 希望我能夠做得好 三個發佈 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我對於監警會很失望 監警會當然這幾年呢 就是政治籌同的工具 但是 他是完全失去了當年 設立監警會 跟實警察所做 他連昨天的遊行 他連太遠的問題 而不堪 好不好 謝謝大家 拜拜 我知道有位女生 想說話很久 可不可以 如果 可以這樣 可以這樣 好 大家